原始雨林的美丽雄伟与长青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浑然天成 纯净无瑕 持久永恒 在这里大自然尽显其磅礴气势 和富饶华贵 亚马逊河 一个代表伟大和力量的词语 雨林战地超过12亿英亩 相当于250万平方英里 在这里没有时间 没有科技 也没有对未解之谜的限制 生态系统保护着地球巨大的生物宝藏 世界大约1000万种植物 动物和昆虫中 有一多半都在这里生活 栖息 雨林经过数百万年的计划 已经发展成为今天惊人复杂的环境 亚马逊河拥有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植物和动物 是一个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有生命 有活力 自始至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 眼前一片绿色 这里藏着至少3000种可食用的水果 当地人食用其中2000多种水果 而只有200种水果在西方世界流行 这些亚马逊河宝藏的自然疗效没有被科学界所忽视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已经报告说 在雨林发现的3000种植物中有70%可以抗癌 今天25%的西药成分来自雨林 但是这些热带树木和植物中 只有不到1%经过科学家检验 亚马逊河就像广阔无际 深不可测的海底 大部分还没有被人发现 为人所知 但是如果亚马逊河一旦松手 掉落了其中一颗 它最最珍惜呵护的珍珠 那么会怎么样 如果那颗珍珠形成深紫罗蓝色的小香果 拥有其他任何水果都没有的科学价值 就像鸡蛋中的蛋白质一样 并且比红葡萄具有的植物化学成分还高 那么会怎么样 难道这不是亚马逊河必须揭开的宝藏吗 阿萨一果 力量 能量 丰富 就像它来自的雨林一样 颜色又深又浓 毫无光泽 几个世纪以来 结在25英寸的阿萨一棕櫚树上 一蹴一蹴随风摇摆 阿萨一最近刚被巴西专家和北美人发现 就上了头版头条 风靡一时 在奥普拉温弗瑞节目中 尼古拉斯·佩瑞孔博士的著作 The Pericon Promise 把阿萨一列为世界第一的抗衰老超级美容食品 时尚杂志把它称为下一个重要保健品 华盛顿邮报写道 阿萨一味似姜果 带有很浓的巧克力回味 伦敦时报报道 阿萨一是亚马逊和棕榈树的果实 具有其他水果都没有的营养成分 男性周康把它称为功效显著的水果 并且美国健康科学研究所 把阿萨一形容为大自然的完美食品 阿萨一果可能是所有被遗忘的水果中 最有功效的了 而其他水果却无人知晓 无人品尝 但是尽管完美的阿萨一果 可以单独作为每日的补充 如果其他被遗忘的水果 和阿萨一的能量一起 可能会创造出当今最最有效的植物营养素 那么会怎么样 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水果搭配 使阿萨一的功效锦上添花呢 ManaVe源自V字根 是生命的意思 根据阿萨一棕榈的当地别称 他们把它叫做生命之树 Ralph Carson博士Monarch健康研究所的科学总监 拥有杜克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学士 和Open大学营养学的博士学位 带领一批专家 组成ManaVe Carson博士的目的是要找到完美水果 富含色素 不管这种水果有多么罕见 多么昂贵 ManaVe及其承诺不能有半点马虎 随着阿萨一果成为头版头条 Carson博士的团队 鉴别出富含天然功效的一系列星际水果 石榴 月菊 白香果 枸杞 蓝莓 猕猴桃 月曼菊 杏 梅干 纳什梨 野莺梅 梨 西印度樱桃 香蕉 和紫葡萄 白葡萄 添加所有独一无二的外国水果 创造涵盖整个色谱的植物营养素的健康平衡 添加各类品种可以增加补充 并大幅度增强产品的潜能 这种改良的产品 把来自地球四方的大自然礼物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 这就是 ManaV 但是 卡尔森博士及其团队 并没有结束 他们想开发 针对人体正常消耗 更加有效的产品 即使水果中存在的 所有营养 发挥全效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还需要其他的补充 ManaV 加上另外两种全天然的物质 通过控制并修复我们身体遭受的各种损害 从而增强原来的水果搭配 世界上大部分水果都遭到人类这样或那样的遗忘 不仅他们缺货 而且研究显示 很少有人每天三餐都在食用这些推荐水果 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社会中 疾病和身体虚弱 难道没有日益广泛吗 ManaV表现了ManaV健康科学 对您的承诺 为您的全面健康 能量和活力 提供尖端领先产品